他們有燒紙錢的部分 這個地方就很懸 他們當時是想說 你很可憐 死了三年多被發現 然後就燒紙錢 燒衣物給你 但他在燒的時候也會拍照 他那張照片 這個案件為什麼紅 就是因為那張照片 他拍出一張骷髏頭 你說在燃燒中的這個火焰裡面 就有一顆吶喊的骷髏頭 是一個農民 他去挖竹筍的時候就 發現一顆白骨頭 他就嚇到了 他就覺得是命幹 他跑去報警 然後那時候負責偵辦的是一個 無性偵察隊長 然後覺得說那一區本來就有很多古墓 很古老的墳墓 是不是譬如說沒有埋好露出來 對對對 可能就是土石沖刷 加上內陣常下雨 所以你說露出個骨頭不以為意 對 但到了現場之後 他看那個骨頭 哇 那顏色不對 因為正常的骨頭 其實他是比較偏向淺膚色這種 但他那個 他覺得說如果是古墓遺留出來 他可能就是深色 我之前有去採訪過那個檢古師 他說其實骨頭的顏色 會隨著你埋的時間 埋的地點還有你那排水性之類的 種種種因素會變色 他的骨頭顏色一看就是新鮮的 簡單這樣講 是白的 就比較偏白色這樣 二來就是他的後腦的時候 那邊有被遁擊打過痕跡 他就當下 無隊長說哇這不得了 這就不是那個 他所設想的這麼單純 而且他當時就是在找這個骨頭的時候 一開始找就有發生怪事 他說當時去的時候 那天氣很好 就等到他開始調查找骨頭的時候 突然刮起像颱風一樣 然後他就對著那個四周的祖林講說 我是來辦案幫你的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會幫你破案什麼的 瞬間那個颱風雨又停留下來 然後我想說 你還好小 在拍電影 當我記者沒聽過什麼可能 對啊 可是我跟你講 後來我去翻他的資料夾 因為他當時現場就有拍那照片 從一開始他們到的時候 當時那個背景真的是 是白天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他有一張照片 真的是那個警察抓的傘 被風吹的 那不是演的 會演颱風的只有記者 不是警察 所以無論如何 然後到後面 他們正在撿骨頭整理的時候 他們的羽衣的那帽子是拉下來的 就表示沒有下雨 覺得說那個王者好像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所以就開始進一步調查 接下來調查也是一連串的怪獸 後來去鑑定發現是女性 對 但是是誰不知道 他只能以無名師 然後去找有沒有那個失蹤人口 去這樣比對 但那時候怎麼比對 都比對不到任何的資料 後來就是陷入膠著嘛 那時候他就去拜拜 他就跟國慶寧說 抱歉啦 就是遇到這個案子啊 那之後 因為他快生日了 他說如果這個案子一直破不了 那你當初越好越開趴 可能就沒機會了 真的假的 就是不能幫你辦壽業 對 所以也希望您多多幫忙 就真的 他就是當時他們在遞的資料 就像這樣子 遞資料給他 一張一張都是無名師 失蹤人口 然後後來他當時就是有一個 尋佐第一份資料 給那個偵察隊長的時候 他一拿到 被電到 他說那聲音非常大 啪一聲 然後他們兩個就嚇到 紙就掉到底上 他當下直覺就是 應該就是他了 後來去比對 那個失蹤人口 他的牙齒有那個銀色的假牙 他們那邊的話 就是去查那個 當時找到的白骨 他也有銀色的假牙 所以一比對起來 這個算是 比較蠻明顯的一個特徵 他們就可以覺得說 有機會應該就是他了 這個人他後來是去尋找到 是他的親人 他有個老公跟一個女兒 然後去比對女兒的DNA 跟這個屍骨的DNA 你確定是 然後他們那時候 他就去跟那個先生說 你的太太是 這有可能是你的太太的遺骨 他當時他就很難過 可是對於那個吳隊長 他就直覺就覺得不對勁 你辦案多年的經驗 他會覺得 為什麼我說這個人是 你老婆死了 你一點都不懷疑 因為一般啦 像我們之前的一些案子 如果有這種狀況的話 他一般親屬 他們會有點去難以接受事實 一聽到好像 他就已經知道他氣之死 他也就覺得很馬上接受 隊長在那個時間點就覺得 他的反應很奇怪 後來在整個調查過程中 當然證據足以的浮現是 到後面他的女兒 好像在跟檢察官說話的時候 就說什麼 爸爸帶著媽媽 還有我們出去玩 結果他那個地點 是在一個產業道路 其實我那時候 有去那個戲師現場 他那地方非常的難找 那是Google Map找不到的地方 真的我那時候找不到 然後我還跑去警察局 他們很熱心的找了一個警察 帶著我們開警車去那個現場 真的是 彎來彎去彎到巷子裡面 然後他就下車 夫妻就吵架 好像是因為他懷疑老婆 弘興出牆 然後吵架之後 他是掩起木棍 就往他老婆頭砸下去 然後老婆瞳瞳就倒地上 他就上車就走了 就走了 對 所以是就是在那個竹林裡面 把他尻下去就昏倒了 然後他的女兒就把這段話 很通言通語的講出來 哇一切就算是水漏石出 然後再進行一步調查 他老公就也承認 像這個隊長 他確實啦 可能有感覺到一些東西 他其實不排斥告訴我們說 他確實有感覺到 就是很多 但是他可能只講了 其中的幾分之幾 他那天其實是有一個環節是 後來警方發現 這個女死者就是他的妻子 被打死之後他的衣服是被全扒光的 是裸濕 因為現場沒有任何衣物 沒有皮包什麼 就裸濕 不對啊 我們 你剛剛不是講說 他打完就走了嗎 怎麼會是裸濕 他那個 他的那個女兒是這樣子講 但其實後來他去闡述整個過程 他是有把他的衣物什麼都拿走 對 就讓他裸濕在現場 那這范神有說為什麼嗎 他沒有去特別提到什麼東西 但是依照我們過去的經驗來想的話 一部分當然最簡單就是 不要讓你認出他的身分 就是 死者身分 如果旁邊有個身分證 那我就知道這死者是誰 或是穿什麼衣物 也是蠻明顯的一個特徵 對對對 就是他不想讓人家發現 第二個在民俗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是想讓他羞愧於人 就是他到陰間的時候他沒穿衣服 他可能會覺得不太敢到處跑 他也不太敢來報仇 他們有些人會這樣想 甚至有的極端點會拿膠帶纏眼睛 剪掉他的舌頭 這些都是想說讓他到陰間裡面去 我沒有辦法告陰狀 找不到路來報仇 這些 但是法師講說這根本都是吃人說夢話 對 鬼太強了是不是 不是 陰間也有司法機構 他們也有調查單位 你怎麼可能這樣子他們就查不到 真的假的 他們一定有 陰間也有警察局是不是 他們有他們的科登小組 你可以把他想像是牛頭馬 沒有過黑白無常 對啊 他們一定也有他們調查方式 而且其實在民俗說法上有一個叫做黑令旗 他是說假如我今天亡死 我被MOMO害死 對 我很不甘 我可以去申請這個陰間復仇許可證 復仇許可證 我拿了這個黑令旗就可以來索命 對 他就是拿到那個陰間政府說 你真的可以 我就發這個黑令旗給你 然後就拿這旗子到揚尖 門神跟神是擋不了他的 我是說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說今天就算我今天害死你 我家供奉觀音 那個女鬼跑來我家 觀音也不能講話 因為他拿黑令旗 對 就是一個免死金牌 觀音只能說 你不要這樣 給予道德勸說 不彈劾 你不彈劾好吧 那我當作沒看到 對 所以其實在他們的民俗說法 是有這個復仇許可證 所以沒有想像中說什麼 我把你的衣服就不會來報仇 沒有這件事 回到剛剛就是 他們有燒紙錢的部分 對 這個地方就很懸 他們當時是想說 你很可憐 死了三年多被發現 然後就燒紙錢 燒衣物給你 但是他在燒的時候也會拍照 對 他那張照片 這個案件為什麼紅 就是因為那張照片 他拍出一張骷顱頭 你說在燃燒中的這個 火焰裡面 就有一顆吶喊的骷顱頭 你可以去上網查 他那張照片 就是一張嘴巴張大的黑色骷顱頭 就感覺很像是 當時發現的那個骷顱頭 對 看起來是不乾 還是說細血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會讀春雨 但是基本上 他可以拍出這個東西 大家也會覺得 然後二來是那時候隊長有講 他們在拜拜的時候 他們有擦那個箱 對 他們看到一隻個棕絲 跳到那個箱的上面 你說是現場 比如說要去燒紙錢的時候 對 然後他有拜祭品 然後有紙錢 他們會擦那個箱在紙上 他就看到一隻棕絲 跳到那個箱的箱 棕絲一般是綠色的是不是 對 一隻種小丑 長得怎樣我有點慌 應該是扁扁的那樣子 跳到上面 然後跳沒多久之後 他就往火焰那邊跳過去 就不見了 當然你也可以說廢話 山上有衝突 對啊 跳來跳去 可是用民俗的角度來切入 就可能說 那就是只要回來還怎樣 你說 我信不信 我必須坦白說 我跑了四年多 我沒有遇過鬼 你也沒有遇過鬼 我也沒有遇過 會開始懷疑你知道嗎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曾經有遇過 是不是八字問題 有可能 或者是我就覺得可能他的平 因為他們有講說 人的腦袋有一個WiFi 鬼也有一個WiFi 他們想要搭照 他才會給你看 如果鬼要現身給你看 他花很大的力氣 他很累 脫夢的情況下是比較可以去跟你做一個溝通 然後我之前有遇過一次 應該是 但是你要用科學解釋 他還是可以解釋的 對 那時候我去跑基隆的一個 基隆飛機軍村 那時候他就反正就是傳聞 半夜有隻娃娃會動 軍村有四層還有五層 然後就一排一排一排 然後因為都已經廢棄 所以沒有接燈 然後我們採訪車駕駛 他就停在最接燈下面等我們去採訪 然後我們的team就進去裡面採訪 採訪完上車我們就開車回去 當時是半夜11點左右 然後那駕駛開開之後 突然間就蹦過去說 剛剛有個女的去找你們 你們有看到嗎 然後我就跟我攝影講說 你公仔小 公仔小 沒有啊沒有一個女的啊 我們團隊裡面有女的 可是他沒有離開我們 我就說你怎麼會看到一個女生 他說而且他講得很具細明 他說很高180幾公分沒有眉毛 然後那時候是夏天喔 他穿著毛衣 然後拿著襯衫把頭圍住 只露出眼睛 然後提著一個塑膠袋 然後就這樣走去你們採訪的那間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說 第一大半夜誰會來這 第二誰會穿成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聽都不對勁 我就說你見鬼了吧 他說那不是鬼 他看了他三次 那女的出現三次 來來回回三次 就是一直從他車子面前進去 然後過一陣子就出現 那女的還跟他對眼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這一定是鬼 但是我也不想跟他辯 然後我就偷偷的傳來 因為我駕駛 我的攝影大哥坐我後面 一陣子 我就傳來說我覺得這是鬼 然後一陣子就說 我已經把符都握在手上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可是嚇死不幸我也不好意思講 可是你要是說 他說不定可能是 比如精神異常 對 或是街友 街友可能真的很怕冷 對 然後他可能是田徑國所說他跑很快 你這樣解釋還是通 很硬拗 對